大家好我是迷之声 最近因为打大型游戏刷刷刷比较沉迷 所以都没什么时间录游戏 所以我们来随便玩一个造桥的游戏 这个游戏叫Poly Bridge 这个Poly是多的意思 其实它是指Polygon多边形 然后其实是指Low Polygon 低多边形的这样一个画面的风格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造桥系的游戏 迷之声刚才已经过了第一个教程关 我们来随便造个桥 这个造桥呢 是吧 这个贴住 然后直接开始 失败 失败した 是的 因为这个车比较重 我们之前这人是我们标题画面上 看到那个骑着魔地的人 我们第一关就直接过去了 但是这一次我们要按T 好 把这个 换成木头 力量180牛顿 长度最高长度2米 每米180美元 为了把这个桥的关节 把它给联系起来 所以呢 用这边木板撑住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每一关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这边的车交通工具到那边去 下面有各种各样的结构的强度 成价37% 我们使用的材料的这个碳排放的轨迹啊 环保程度 这个是用的钱 好的 我们开始在和路啊 然后我们再拿出木头 哦 是的 这个教程呢 是说 只要用木头把这个桥给连起来啊 然后呢 最关键的是 我们要和这个地形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这红色的点呢 不仅是开头和结尾 同样也是可以支撑起来的 所以我们看这样就可以了 啊 轻松轻松 嗯 要斜辣桥 首先一条路 哐哐哐哐哐 然后 哦 悬挂 悬挂长度呢 无所谓的 嗯 是的 意思呢 是我们直接弄一条 然后他就呢 垂下来了 嗯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钢篮给拿起来 钢篮沉重 170牛顿 这种样子 我们先看一看现在 这个怎么删出来着 不过我们现在反正这个预算无限 我们先这样一下 这个因为是教程关卡 他还不能让我们直接开始 OK 开始吧 我们现在还未学会怎样把这个给删掉 好 斜拉桥 中间的这个长方形呢 显示的大会儿会有船开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桥啊 好 首先要弄木头 好的 接下来 要使用这个传动装置 水利液压的驱动 460牛顿最长四米 每米750美元 嗯 可以用来伸缩 然后呢 可变化的桥 好意思就是要这样 双击这个就可以让它变成可拆分 OK 然后呢 它它自动的嘛 OK 它自动把这个桥给拉了起来 然后船就过来了 是的 这这就是基本上没 哎 你你为什么还骑着摩迪在这里 很和平 有船来了 它自动拉起来 哦 原来你也要过 据说这个教程是比较长 哦 上面有一个speed 好的 教程完成了 嗯 按shift键 可以呢 移动这个节点 删除的话呢 用右键或者Ctrl键就可以删除 啊 Z键是直销撤销 哦 中间还可以那个 好 新功能 嗯 我们可以 哦 这个8米的简单的桥 车辆呢 是普通的小车 只能用木头 好 我们要用这个木头了 是吧 速度快一点 好 慌 不行 重来一下 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们拉近一点 进口 是的 这个地方其实 没办法沉重 是吧 用路的话会怎么样 好 这就可以了吗 凑近一点看 我们一开始在水下用木头 好像是有一点不明智 OK 好的 哦 新的车辆出现 这个叫做城市里的车 嗯 低燃耗轻重量 嗯 在这种很经济的木头桥上 是很好的 这个两辆车不知道它是不是一起开 好的 首先我们 把桥给搭好 然后呢 好像有点不行 框 嗯 怎么办呢 4800美 哦 这个 哎 居然 居然没有问题吗 虽然这个晃晃悠悠的 晃晃悠悠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没办法保存这个视角 目前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毕竟是LACS 敌范两辆车 木头 看一看 我们调慢一点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因为这个完全没法沉重 反而把它给拖下来了 是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桥弄的平坦一点 怎么样 有点危险 但是感觉还行 这辆车稍微重一点 哇 no 没关系 我在水中 OK 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沉的更规整一点 怎么样 这样如何 我觉得这个结构肯定比右边这个靠谱 来看一下 好像是不行 他这边呢 看似比较完美 但其实 是的 怎么办呢 这样如何 稳住了 稳住了 钱花的也不多 如履平地 轻松轻松 你看这个桥完全就过去了 OK 好 新出现了 面包车 嗯 旅人的面包车 里面还有厨房之类 这不光是面包车了吧 这个是个小房车了 而且还是冲浪用的 上面有冲浪板什么的 嗯 2.5吨重 还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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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这个伸出去的时候其实也能看见发光变成白色的话就是可以连在一起好我们来看一下 哦 不愧是速度 厉害 10米 跳台 车辆摩低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要我浪了 不要不要更多的路了 是的 他上面显示着路只能用两个 框 对 当然这样是不行的 好的 我们 拿出木块 这样撑不撑得住啊 呦呦呦呦 不行 速度倒是很快 这个 这个行不行啊 这 这不是斜拉桥 木头最多10个也有限制 是的 首先要下面把它撑住才行 删了删了删了 要把它给撑住对吧 但这个还是会倒下来 是 对了 我只用木头的话会怎样 哦 对 没有路 没有路 不好意思 我就这样了 怎么样吧 我把他给撑住 没有支撑关键是 哦哦 有点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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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看来还是从下方支撑这个方式比较好 撑住 OK没问题 哦 好的 过来了 18名跳弹 好 不过我们掌握了之后就OK了 这个行不行啊 弹了 OK 这个强行打桥 前预算已经超了这个 我们来把这边的桶桶删掉 我就这么点 还是挺稳的 OK 我们就以这个这个为基础吧 为什么呢 我强行把它搭在这里行不行 什么 这样就可以了吗 这样就可以了吗 那那我一直以来用下面这个是是为什么呀 好 我们换出路 我们只要再上一格就可以了 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地 哦 我刚想说 大地才是我们最坚持的后盾 结果 结果就这样 撑住 但是有点威胁呀 就差一点了 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待会再用这个中间搭一搭 哎 或许这就不错了 哦 很很很顺利嘛 我们来看一下 哦 是的 这个可以分享 呃 不不不 他这个有一个功能呢 是可以直接把这个GIF图啊 传到网上去 他们有一个相册 但是其实我 我只是想 自己存一存留下来看一看 因为这 这只是迷之声第一次玩 啊 好 飞了 是的 土地才是最坚强的后盾 懂了 啊 16名 啊 这会要斜拉桥了 是的 别人 应该是在这里 啊 不 他这边是overbridge 并不是 drawbridge drawbridge 才是斜拉桥 缺乏支撑 是的 用右键呢 拖选框就可以 好的 我们换成 哦 相当稳嘛 是的 他这次呢 先让船过了 然后我们的车子就过来了 沉重还相当不错嘛 当然如果再来几辆车就不行了 12米 斜拉桥 好 22000 好 忘了支撑 直接这样似乎也勉强行 好 刚刚这个虫弄的时候呢 忘了这个 然后他自己就塌了 因为他这个没有分隔的节点 拉的时候就 也对啊 我这个拉起来的话 这个上面沉重不住呀 很稳 相当稳 OK OK没问题 开心 穿就这么过去 然后我的车呢 也搜的过去 12米 斜拉桥 这次我们有钢材了 这次我们有钢材了 钢材沉重肯定很强 我们就用钢材了 钢材 可以非常坚固 但是只能用两根 OK 那么 钢材我想把它用在这里 支柱 好 另一根钢材 另一根钢材怎么样 你不要这么急嘛 我就是看一下桥而已 也对了 钢材 够不够长 不够 这次为什么不行了 很稳定 我们看一下 拉的时候 过不过的来 框 框 我们接下去 这个阳关飞度吧 你 不行 我来看一看 移动移动不了 这样不就行了吗 我甚至根本就不用 但是这个车估计开不过去 太陡了 这样 开去吧 开去吧 这个车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安全 来吧 摩托车 要给力啊 耶 好样 结果这不是 基本上完全都没碰到吗 好的 16米 两段桥 你这两辆车一起开 没问题的 好 校车 学校大巴 里面全都是小孩子 多动阵 吃了很多糖 只有木头 哦 果然这个下坡光用这样一个承重是不行的吗 我斜着 我斜着就支你这一个行不行 好像不对 对 我这样 我们还给撑住 是不是这边至少可以稳住了 对嘛 这样就可以了 别问我为什么这样就可以了 我就是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对你看这个右半部分已经很稳了吗 哎 我们我们接着这样来不就行了吗 差不多差不多的 没问题 只不过有些不稳而已 稳住 下去吧 你 哐哐哐哐哐 不行 这个中间这个结构还是有点不稳 主要是这边还有一个 这种样子 明显是不行了 把它给撑住了 看上去相当靠谱的样子 相当靠谱吗 大家看我这桥造的是不是相当优美啊 你看你看完全没问题吧 我要仔细观察是是怎么没的 我想看看这桥是怎么没的 是开到这边的时候这边撑不住了 往下这边的时候好这回稳 钱够不够啊 好这次很稳 这次是问题出在哪里 好像是下面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先断了 银行 勉强 勉强 左半部分没问题了 左半部分没问题了 但是我们的钱要不够了 很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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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我这个会造桥了 哦哦哦很有戏 刚刚是不是这里断了 不怕用我们之前的经验 撑住它 怎么还不如之前了 大家看差一点点 怎么会断在这里的呢 果然还是这边的支持不够 看看它行不行 太脆了 啪的一下就没了 哦哦哦哦 竟然就这么过来了吗 我要重新看一遍 但是我们这个视角啊 还是有一点不妙的地方 对 虽然断了 桥催断 车已过 明天 你们放着就别回来了 14米希腊桥 不对 桥只能用7个 哇 1 2 3 4 5 6 7 是的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我们要拉的狠一点的节奏啊 倒是可以 你就这么过去吧 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 我们看看这个斜拉 拉不拉的上去 还有钢材可以用 早说呢 拉的太狠了 拉起来 对 对 有钢材就没问题 但是果然这是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觉得 想太多了 把这个换成钢材如何 撑住了 有点危险 但是 过去吧 OK 开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们这个 靠陆地这边的压强已经不太够了 沉重已经有点过了 是的 完全只靠这个的话是不行 哎 对啊 可以 可以再把它换成钢材了 真是的 就看看这个木棍撑不撑得住 以及这边的两个木棍撑不撑得住了 大不了 也换成钢材 有钱就是好 就是好 OK 12 低预算桥 穷对吧 已经2400了 哇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要怎么样才可以低预算 撑住 我想让它两边撑住了 但是不行啊 这桥能过 我算不算过了 不算过 不算过 它要把这个旗子吃到才行 哎 但我两边是对称的呀 不 不是对称的 哎 这样就对称 我们看看这个桥行不行 这个桥行的话 我们再考虑 怎么样 更不行了 感觉应该是这样 直线型呢 垂直的角度啊 更能撑得住一点 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要考虑预算问题 但是这桥 能行 不 还是最后这个节点这里 哇 这多出来一个节点啊 如果它距离更短一点的话 能不能干脆让它在这个上面过去啊 行不行啊 我甚至不造桥 诶 刚刚是不是能过去啊 啊 但是我在之前就已经失败 我来支一下 很稳定 这桥能过 我把这个给删了 OK 没问题 在预算之下 轻松的过去了 虽然桥又破 不管 十六米 双层桥 烦死了 你这个 我把路挡在这里 让你 让你过不过去 不行嘛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 好 卡住了 看来这样还是差一点点 光这样做这个桥是不行的 OK嘛 没问题 那结果我 我不是没有那懒什么 刚懒嘛 啊 不管了 就这么过去了 开过去咯 next 十二 希腊桥 不对 不对 这个当中这个楼板就要掉下去了 我这个木板把这个搭在这里的话会怎么样呀 同志们 会挂吗 哦果然 果然悬挂住了 智能 真智能 但是 但是不行呀 来两段 反正预算还够 来看一看 这个还真的是斜拉桥 打开 其实是不是 是啊 几乎又没碰到 无所谓 这种东西细节能过关就好了 管它什么斜拉不拉的 耶 对 它就已经放下来了 这个毫无必要 OK 这个才是斜拉桥 之前那个叫什么 抽颂 不不不 叫做伸缩桥 伸缩桥 八万四 我们这边要用悬挂和钢篮 对 好像这才是正确的斜拉桥的方式 虽然这个还是很不稳 感觉是差不多了 虽然单根的蜘蛛相当不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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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强吗 很不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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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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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辆车比较重的缘故吗 嗯 嗯 又用又用起这种招数了 居然 居然给我过了 这个斜拉桥也是了不起 好 现在出现了这个方格图 是的 有方格图的话呢 造起来更容易做到对称啊 我们一直是有的 这个A A比是怎么回事啊 看一看 哦 两辆车 是的 终于 出现了吗 还还没过去 斜着 是的 左边这辆车过来 但是 花的钱也太多了吧 右边呢 右边呢 我们先无预算的试试看 对啊 会会撞上 怎么办呢 也就是要飞得更高一点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就这么过了吗 我们来观看一下 哦 对 是就这么过了 但是我们 我们超预算了 是吧 这是个问题啊 但感觉没有什么可以改的了 这个都相当必要嘛 对不对 都相当必要嘛 我现在就已经超预算了 不光是这个的问题啊 你想到我们这个仙人们啊 就是这样把桥造出来 好像也不对 造这样的桥是要出事的 好的 左边我们就算他解决了 我们要管的就是 这个预算不行啊 哎 要不我们就 先不管预算这些事了 虽然右边这个做的很敷衍啊 但没想到还是挺靠谱的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大家看 右边这个我觉得相当精妙 左边这个做的不够好 我希望多一点像右边这种样子的这种感觉的东西 什么样子 看一看 嗯 嗯 哦 有点细啊 软趴趴的话呢 就 不太好 是的 这个结构啊 这个结构啊 相当有用啊 但目前来说还是不够 对可以把当前的状态存下来啊 之前以前一直患得患失就是因为 他重新开始之后这个自己 好不容易做出来的这么个 虽然也不是很靠谱的 但是很接近的这样一个解答 会消失 那么我们 来试试吧 嗯 拉住 这个坡度太陡了 但不这么陡的话 后面这个就hold不住了 真是复杂 啊 造桥 不容易啊 好像很接近了 我们在这个程度上调一调吧 桥短一点 对 右边呢 跳的还不够高吗 莫非是 也对啊 应该让左边的 跳的高一点 可心 哦 哇 你挂上去了 怎么 短一点 加速 飞过去吧 难得是左边飞过去了 右边呢 不能虚度光阴了 看你了 啊 no 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这个右边 没法调啊 我这个桥造的太精密了怎么办 林明前总是最黑暗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是怎么回事 撤毁人王啊 哦 我感觉再往下调一点点 什么 就这么点就超预算 但是我过了 但是 我要把预算压下来 耶 保存下来 现在存盘还不能 存设计还不能 那个啊 改名字 Instant replay 成功 成功 真是做好巧 好的 16米 双重斜辣 嗯 伸缩巧 上面有这样结构的话呢 下面可以用 懒绳 把它给这样 挂住 我们之前 斜辣桥的时候 学到过这一点 但是他要用力拉的时候呢 就出事了 这个沉重就不行了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结构 哦 倒是可行 拉呢 拉就不行 果然还是这个道理 木材不够强 木材不够强 然后 是不是 确实要保持两边的对称才行呢 我们来看一看对称的情况下 会不会好一点 但我们这个桥大都不对称 是的 要这样才行啊 但预算超了好多怎么办 要怎样才能活用这里面的这个 钢篮呢 不妙 这样呢 分散的过去吗 分散不过去 关键还是材质不够强理 哇这个 好复杂呀 是的 不知不觉中 你只剩都已经打了好几个小时 但是造桥的伟业才刚刚开始 好的 把这个随便玩的游戏推荐给大家 它好像在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会解除一些bug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还有这个沙盒模式 目前还是Veta 好 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东西 比如说 弄个热气球上来 好可以改视角 之类的 等一下我平时玩的时候 真的出现了一个 这叫什么 这关叫什么 我们的 我们可以选关的 42米 气球跳 怪兽大卡车 可以开上去吧 不行 他自己做GIF的帧数还是比较低 好 看看这回行不行 哦 很不错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稳稳的接过来就行 这算什么巧 感觉差不多吧 可以的 就是比较那个 就是比较那个 OK 我们来试试看 还是不行吗 撑住 撑住 左边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完美一些 关键就看这个卡车过来 不行 不行 很顺利 大家就这么过关吗 哦 差一点点 这边不需要 我只要让他过去就行了 不行 忘了这一点 钢篮拦住 钢筋金柱 来吧 来吧 冲刺吧 上去吧 不行 我希望能给他一个上升的趋势啊 这样似乎是不行的 我这可是钢筋啊 之前是怎么让他飞上去的 有点厉害 仔细想想 我这样一下 反正没有意义 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就可以在这边铺两个路 然后我把这个删掉 什么掉下去了 这个热气球是空的吗 好我就这么着了 不是吧 不是吧 你这个路有这么重吗 看一看他是怎么没的 太辛苦了吧 因为这个怪兽卡车啊 他的抓地力很足 但是他重量太可怕了 他这个设定呢是如果撞到这个岩石的话呢 他就直接算输了 所以我要让他不撞到岩石 所以我要让他不撞到岩石 但是上不上去 如果在这边有一个挡板把它给挡住就好 这关我给他过了 来吧大卡车 让大家来看看你的英姿吧 我过来了 好的 那么在预算之下 啊 Poly Bridge 这个地多边形造敲 游戏就先为大家进行到这里 等到哪天有时间了 再来随便玩玩 这个卡 Steam工房里面的这些 关卡 以及他这个 更新之后新加入的各种功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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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